你能看出我现在画完妆是没画完吗 画了一半 但我看见了你今天的鲦鱼烧耳环 让我们推进一下 观察一下这个鲦鱼烧的耳环 看到了小嬷嬷在这下面 在这挡住的啊 在表演一个被子在哪 你还没找到她 我找到 我找到了 她躲起来了 好了 赶快起来吧 受到可以成为被子的皱褶 好 无缝转场 在这里转场 都会相信美好的事情即将发生 既然都已经拍到我自己了 那我就不禁想要介绍一下 我在日本新买的衣服 经过的一家特别可爱的T恤店 然后这上面全部都是各种各样的 小恐龙的印花的牛仔外套 国内一般男装都是一些 就是比较基本的样子 要么就去那些连锁的大牌店 然后买那些什么高端的设计 但是就比较平价亲民的 然后那种那种原创的设计就比较少 但是日本的话就很多样子 然后男生也可以穿得很帅 我现在就等着大家一起进到这个暖桌里 来一起吃早饭 在日本吃早餐就觉得特别幸福 看 还可以买到茶泡饭 买到凉面 就基本想吃什么东西 在变锁店都可以搞定 这个是我 又想要数落我 但是没有找到合适的理由 话都已经到了嘴边 上面这层的料很丰富 那这个茶汤已经做成了豆 所以你去微博路里热一下 它自己就会变成汤了 哦 这看起来跟饭店里成长的几乎没有区别 对啊 解构一下苏的今日穿搭 使用了这种清凝色的针织外衣 还有鲜黄色的围巾 然后一个粉色的樱花系小腰包 不错 今天就是一种很日系加很粉嫩的 然后有一种早春的感觉 若宜的今日穿搭 这是我在日本新买的一件外套 外表看平淡无奇 如果你看里面的话就会发现 飞出了很多的燕子 而且在我的肩头还挺绿的 挺绿的 今天你是海的颜色 好的 我们现在已经成功出门了 之前在查资料的时候 看到说在东四这个地方 每个月有一天 就是21号的这一天 会有一个很神奇的跳岛市场出现 神奇 就是我想象中它是很神奇的跳岛市场 里面有卖各种日本的杂货呀 工艺品呀 一些小的二手的什么古玩啊什么的 然后这里又正好是个寺庙 正好是一个寺庙 算是一个景点 总之我们现在就在路上走 很快就到了 等一下就带大家看一下 这个日本的跳岛市场文化 或者说日本的这种街头市集 是什么样子 走在关西我觉得最棒的一点就是 不管是年轻人还是长辈 你都可以常常看见路上有人就是 穿着他们的传统服装 然后过着日常的生活 这个还是让我蛮羡慕的 这里就是东四的入口 哦 看到了 这就是跳岛市场 第一次逛日本的这种露天的跳岛市场 看一看里面是什么样子 这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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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可以要 万万多少钱 这有价格吗 这有一对 不是那么厚 海浪型的 青海波 这有一只鹤 看得好的就要出手 爷爷超可爱的表情 可爱 这家卖的全都是这种青色的 给你递来了 烤糯米 好棒啊 这就是我想象中的日本 带有的样子 这是玩玩逛逛 你们应该来跟我摆个pose 没有 应该没有 他只是觉得可爱 来看我要开一张 一二三 好 也有可能是挡路了 哈哈哈 他刚刚又走了过去 这就是那个团子店 而且他的团子都是这样插在那个草里面的 你真正买到了什么 吃到了什么 不是最重要的 还是绕粪 对 不过真的好吃 哈哈哈 一千块 怎么样 你们要不要扎进去淘个宝 我觉得你还是穿这种艳一点的颜色会比较好看 然后这件的颜色上身我觉得就很好 如果去赏丘的话我挺挺樱花的 哈哈哈 这件是那种上面撒了金漆的 哇 你们俩穿上这两件一起走在路上的话应该效果也不错 不用看樱花了 我们就是樱花 你们就是樱花精本精 这个一根大件的和服六食真的是很 热乎乎的烤笋 嗯 就是烤笋 好 他拿那个有点甜的酱油腌果 嗯 蛮好吃的 如果你爱吃笋的话 推荐 如果你不吃笋的话不推荐 走 哇 刚才我们从这一路走过来 然后到这边竟然还有很长 而且旁边还能看到寺庙 好棒啊 哇 这边还有三叉路口 这个市场好大啊 好棒的路啊 从门口看看就没几个摊位 结果竟然这么大 我们要加快一点逛的脚步 好 水的就装这种瓶子 他们太精致了 好可爱啊 太精致了 去买完水之后就可以拎着 要不要给肉依那个换成这个 我觉得可以换铲血这个 谢谢 仅仅是一瓶水也要这样提着很精致的样子 哈哈哈哈 这个很好看感觉 你整身的穿大色 你真的啊 我已经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放的位置 哈哈 我在这个骑士发现了一个特别 这里的老板娘都很美 每一个老板娘都很优雅 然后穿的很精致 我觉得 在这两个里面选一个零钱包 这样抓扭蛋的时候会提升一些 哦 不错 给你的零钱全部开一下光 对 是要大吉还是要剩 那咱俩一人一个吧 好 这多少钱啊 一个扭蛋钱 可以 它可以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扭蛋 可以 它背面是有那样的花的 挺好的 好像从我的身体里抛出一些豆瓶 好了 这是一家创意的钟表店 哈哈哈 使用了一些老物件做成了钟表 这个三百块 各种伯二家的小人 哎 日式的新郎新娘伯二家 四十二那还蛮贵的 对啊 不过蛮精致的 它的衣服做的很精致 对就是当羊娃娃一样 那我买两个送粉丝吧 我们这三个这一期在不同的平台抽奖 到时候在评论里面放吧 设计的很搞笑的小杯子 兔子 招财猪 这是招财猫 这是招财猫 这好酷 这是杯子吗 当然是杯子了 这俩不一样但是 不是一种东西 我们现在一直往那边走 还有好多区域都没逛到 现在整个两个小时下来 可能逛了三分之一不到 就本来今天出发的时候 是抱着一个 经过顺便看一看 然后逛一会就走 去下一个行程的这种计划 来这里发现 完全是超乎想象的大 我进门的时候 以为就门口那么一小点 越走越大 越走越大 反正就是 太棒了 每月一寸 我们现在已经完全跟小莫他们分开了 因为大家都太着急逛街 这里 Roy 然后就赶紧的去找自己喜欢的摊位了 已经完全找不到对方在哪了 我现在干脆连Roy都找不着了 我刚才低头看了一下茶壶 然后他就走了 没有等我 为了购物 可爱是很可爱的 但是太沉了 再见 看看我的这个 那不就是个钟吗 走吧走吧走走走走走走 来演示一下超可爱的家玩具 N左右 H O H O 老板超可爱的 打年糕 太可爱了 我的天哪 这好高科技啊 既然今天你是燕子主题 要不要再送出个燕子卡 老板也觉得很惊讶 打开了衣服之后 他还会给我们放这个绿色的信纸 所以这一期我们同时送上 手写的卡片和博尔家的小可爱 店开始纷纷地关门了 因为我们今天起床太晚 导致一点多才到这 发现就是好像三点多就要开始游戏下班了 我能看到一种悲伤写在瑞宜的背上 所以告诉大家一定要在上午来 每个月的21号冬四的一个月一次的集市 一定要上午来逛哟 一期大家感受一下说日本的集市文化 其实也很丰富的 而且里面的东西跟清迈的那种感觉的风格又有所不同 我们来的这个集市是其中一个 但是其实在关西或日本的各个地方 都会有很多不定期举办的这样的集市 大家建议来之前提前查一下资讯 然后一定要来体验一下 但是一定要在一早就来 然后这一个我觉得在寺庙里这个感觉特别的棒 然后就是坐地铁到东四站 来到东四里面就有了 带好你的钱包 我们是Roy和苏 一对边旅行边唱歌 平板视频边讲故事的神雕侠侣 关注我们一起拥抱世界上的千百种生活吧